看一下一号码吉顺飞 马主赵明洪 五号码熊安堡来自英国的三岁六色母马 骑士敖白云 猎马师刘二端 马主孙克简 好我们看一下九号码首当其冲来自阿兰的三岁 绿色公马 骑士田新华 猎马师何祥寿 马主侯兴建 三号码烈火战胜来自英国的四岁的六色母马 烈火战车本来比赛 骑士赵电话 猎马师何一鹏 马主新加坡一贯 八号码战英来自阿兰的三岁六色母马 骑士陆金贵 猎马师张明亮 马主王卫东 好最后亮相的就是六号码 约翰巅峰来自阿兰的三岁的六色母马 骑士无银达拉 猎马师何一鹏 马主新加坡一贯 二比出发 好各马们我们按闸的出的比较顺 现在可以看到排在比赛最前方的就是白色彩帽的最后挑战 现在差距并不是明显 现在第一位的变成了八号码战英 目前状态正好的战英排在比赛最前面领袭 大概在1.5个码一左右 然后排在比赛第二位的是二号码 皇家荣誉 然后可以看到是灰色彩帽的就是七号码 沙漠甘林 再往后可以看到是白色彩帽的四号码 自由挑战马比卡尔国弯 接下来排在最后的排在第五位的是 沙漠甘林刚刚排在第二位的是一号码 军润飞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变成是两个码位领先的是 八号码战英是卡牌车的女儿 再来比赛第二位的就是二号码 黄家荣誉两码的差距非常小 大概在0.75个码位左右 然后是灰色彩帽的 沙漠甘林排在了比赛的第三位 接下来是白色彩帽 同马逢了一号码军润飞 然后是可以看到是内篮的 可以让白色彩帽的四号码自由挑战 马上进入最后的四半眼之间 从这些是首都内篮的 依然还是八号码战英 然后在他旁边的就是二号码 黄家荣誉 两码的差距不是特别大 现在可以看到黄家荣誉赶得上来了 最后的350米 可以看到黄家荣誉已经是慢慢的领先了 领先是在1.5个码位左右 现在是黄家荣誉排在比赛最前面 现在是领先在1个码位左右 最后的200米 可以看到黄家荣誉排在比赛最前面 近山近美的儿子 本场比赛 维尔的公马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就是黄家荣誉 二号码黄家荣誉 近山近美的儿子 即将率先冲过终点 二号码黄家荣誉率先冲过终点 第三个冲中 第二个冲中点的是 五号码熊阿码 第三个冲过比赛终点的